以色拉回到耶路撒冷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好不容易以色列人 在经过上帝给他们的惩罚 经过70年流落在外的生活 现在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 并且也盖好了圣殿 他们虽然流落在四处 可是在失败之后就靠着单纯的信心 相信上帝给先知的应许 果然就在流落国外数十年之后 他们不但是得到了回归故土的命令 而且还有那些从波斯国王来的帮助 当然圣殿在许多的波折之下终于盖好了 可是事情可不是到此为止呢 因为圣殿只是一座建筑物 而怎么样能够好好按着上帝的心意 来敬拜上帝才是真正要紧的 这些回来的以色列人将会如何恢复圣殿 应该有的敬拜和礼仪呢 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索罗巴伯在西元前的539年 带着第一批以色列百姓 再次回到了以色列地 中间经过好多的波折 到了西元前的520年终于盖好了圣殿 可是从他们抵达以色列的 耶路撒冷以来 从圣殿根基开始立好 他们就没有停止 向上帝献上早晚应该有的献祭的仪式 在圣殿建好之后 就开始恢复纪念上帝 带他们离开埃及的逾越节 祝鹏节和除孝节这些节起 看得出来 他们希望能尽量把摩西所教导他们 敬拜上帝的规矩都一步一步地遵守起来 接着又过了好些年 到了波斯的亚达学习做波斯皇帝的时候 第二批的百姓们 有一位名叫以色拉的同族兄弟 从巴比伦回到了有大帝 以色拉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祭司亚伦家 亚伦可是在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时 上帝直接任命为大祭司的 也是摩西的弟弟 圣经中特别提到以色拉的家谱 就是肯定他是来自祭司的家族 也因此他一定从小就学习了 许多关于上帝的教训 而以色拉真不愧是大祭司家族的后代 他是当时在摩西的律法和上帝的教导上 很特别的专家 其他的学问也非常渊博 以色拉的学问不仅是犹太人知道 甚至因为上帝特别赐福给以色拉 所以让以色拉也在当时被波斯皇帝十分的信任 所以他向皇帝要求的每一件事 基本上皇帝都是会批准的 而就在亚达薛西王在位进入第七年的时候 以色拉就召集了一群以色列人 要成为第二批从波斯的管辖的巴比伦地 出发要回到耶路撒勒 以色拉就带着这群人里面 有祭司、立位人、圣殿歌手、圣殿的守卫 还有一些工人 可以发现其中他所招募的这些人 都是来自于一些立位族的背景 可见这一批回国的目的 应该是想要帮助恢复圣殿的崇拜的 那个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地出发的时间 是正月初一日 这一段徒步前进的长路 还好有上帝的帮助 让他们可以平安地在五月初一 就抵达了耶路撒冷 前面我们有提到 以色拉对于律法是非常的用心研究的 他一生都在钻研 并且亲身的例行上帝所给他的法律和教导 从他还在波斯的国家之中 他就开始把一切的法律条例 都已经教授给那些地方的以色列百姓 而这一次 以色拉决定要往以色列地去 为的就是要能够在圣殿的礼仪 和教授上帝的教训上 尽一份他的心力 当亚达学习皇帝知道他的想法 就特别颁布教书 颁给这位精通以色列命令和教训的专家 这份诏书是用波斯通用的亚兰语颁布的 表示这份诏书当中所说的 是要所有那个时期的波斯百姓都要遵行他的 在诏书当中 波斯王亚达学习称赞了以色拉的学问之后 还要当时愿意跟他回去的人都可以跟着回去 特别他还用命令的方式 要当时帝国里面的以色列人 祭司 利位人 他们都可以跟着以色拉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而以色拉也要求了皇帝另外判七个参谋给他 跟他一起去访事和调查 来了解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好好遵守上帝的道 皇帝还另外给了他许多的金银 让以色拉一起带去要为皇帝来向上帝来献祭呢 以色拉带着这份命令 还有皇帝和当时贵族们给他的钱财金银 就回到耶路撒冷 皇帝还怕他不够用 特别命令当时附近省份的财政官员 只要以色拉提出需要 就可以直接从当地的国库来供应了 波斯皇帝似乎对于以色列人的上帝有特别的在意 除了这些金钱的供应 还不许其他的官员 像这些祭司立位人 这些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 收取任何的税金 在他们看来 善待这些人和尊重以色列的上帝 这样上帝就可以帮助他们 继续管理他的国家呢 在皇帝的命令当中 他有特别提到 以色拉回到耶路撒冷的任务 他就是要回去教导以色列百姓 有关上帝的律法 不但能够了解 还要能够去遵行事件 还说 如果有人不服从以色拉的命令 甚至可以给他们处罚的呢 以色拉感谢上帝给他这样的好机会 这不光是他可以有很多的资源 来管理圣殿的事情 更要紧的是 他代表波斯国对以色列百姓的尊重 也是对他们上帝的尊重呢 这一群一同回来的立位人 几乎都是亚伦祭司家族的后裔 其中还有一些家族的领袖 也跟着一起回来 但是在开始召集回归的人 的这些百姓当中 并没有更多的立位人 其实这里指的是 一切参与圣殿劳务的立位族的人 所以以色拉就找来九个领袖 讨论了一番 后来他们就去找到 加西菲亚地区的首领 异多 请他帮忙去询问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人 愿意回来一起到圣殿当中 侍奉的 天父就帮助他们 让异多找到了一个 很能干的人叫施利比 他是属 摩利宗族的立位人 就带着他的儿子和兄弟 十八个人一起回来 另外又派了米拉利宗族的 哈沙比亚、耶筛亚 和他的二十个亲属 随后又增加了两百二十个 愿意参与工作的立位人 在他们的队伍当中 在路程经过的亚哈瓦河边 以色拉还要大家一起进食祷告 祈求上帝能够在一路上 引导他们 保护他们所有人的 生命财产的安全 原来为了让波斯皇帝 相信上帝的保护 以色拉还特别不向皇帝 去要求派军队 来保护他们的路程平安 因为他们相信 上帝会保护他们一路的顺利 也要证明给波斯皇帝看看 他们是有上帝保护的 果然上帝一路的保守 使他们顺利地抵达了耶路撒冷 耶路没有被其他的任何人 或任何土匪等等的 来攻击或抢夺 抵达耶路撒冷之后 他就派几个祭司领袖 施利比 哈沙比亚 和其他十个人 把皇帝这些官员 还有以色列人 委托他 预备能够为圣殿 所献出的金银这些等等 全部清点以后 交给了圣殿管理的祭司 同时将这些带来 要献祭的牛羊 都送去献祭 这时候 他们把相关皇帝的诏书 也存放在圣殿里面 让这一批回归的祭司 和圣殿的服侍团队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没有任何的 这些外面的官员 或外族的人 可以随意干涉了 这第二批 以色拉带领的回归团队 相当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 而他们的工作 也正要展开 可别忘了 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 也欢迎你们的回馈 和宝贵的意见了 今天的故事 就先说到这儿 儿童圣经故事 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 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 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 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 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 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我我我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我我 爱笑 还想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我我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你 你你你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你 你你 爱笑 还想你 完全追究你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你 你你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你他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你他 爱笑 还想我 你他 在他心上做 耶稣西爱笑 还想爱我 你 他 还想爱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